我們現在在沖繩的藝枝柴飯店 那它很神奇喔 你看 1、2、3 沒有4 5、6、7、8、9、4、11、12 更神奇的地方來了 13、14都不見了 然後就15 我們住15樓 我們這兩天就在想 坐了12到15 它中間要去哪了 所以我們現在想拉電梯到12樓 看看有沒有樓梯 對有沒有樓梯往上到消失的13、14 看看13、14到底是什麼秘密空間 對 Let's go 好 有沒有樓梯是往上的 它是不是 還是這一層特別高 是挑高的嗎 挑高兩層嗎 也沒有啊 沒有啊 那有沒有樓梯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樓梯 沒有 走到底看看 不是這個是這個電器箱 走到底 兩邊走到底看有沒有什麼路 隱藏的空間嗎 那為什麼有消失的秘密空間 這邊有一個門 有一個門 這是超生的 這是超生的 對啊 它不能用 你只要弄了它 你只要打開一樓的警報器就會響 對 這是舒散的樓梯 樓梯是在這沒錯 可是不能開 那邊 好我們看那邊有沒有 因為我記得我在網路上面有看過一個日本人介紹 不曉得是不是這間飯店 就是說它有一個隱藏的空間是在十幾樓 十三樓 對 是類似交儀廳還是類似休息的那種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們住的這一間 因為我那時候來沖繩之前 一直在看網路上的那個資料做功課嘛 找資料 要寫什麼 不知道啊 如果你開門的話 嘴巴就會響 喔 對啊 所以就 就真的沒有 所以就不曉得 不可以開 不可以開 所以不曉得十三十四到底是什麼 還是一個秘密 我們已經有從十五樓 看過了 有沒有往下的路是沒有的 對不對 十三十四到底是怎樣 不知道耶 應該裡面也沒有丟鉤 對啊 這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是他們的那個 工作人員整理備品的地方 怎麼會這樣 而且爸爸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他往上一層樓的時間 他往上的時間是 其他移動一層樓的時間 那他不是移動兩層的時間 真的喔 時間也是很短對不對 電梯的時間是很短 但是這好漂亮 好亮 真的看不見 太好大 如果能去楊牌的話 我們也能往上看 這邊我要再過地 好 一路給我 不要 不要玩天空 不要玩天空 我會再過地 這邊很漂亮 他還做了一個這個 類似這種清水模的 水泥的材質 很漂亮 跳色 每一層的顏色都不一樣 你看 他們12樓是這種土黃色的 我們的那一層是灰色的 朋友你有發現嗎 他每一層樓都不一樣 2樓是什麼顏色你要記得 2樓沒有 大廳沒有只有客房才 房間才有 然後你記著喔 現在是什麼顏色記好 現在是灰色 現在是土黃色 你記好 然後我們看15樓是什麼 我記得是不一樣的 現在土黃色結束 12樓 12樓 再來說13、14樓 不見了 瞬間就15 所以他可能沒有13、14樓 然後你看 我們這層 不是灰色了 這層有點偏綠色 墨綠色 藍綠色 很漂亮 每一層都不一樣喔 不知道耶 消失的13、14樓 通常是4樓可能會有一些忌諱 怕說不吉利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一個同音字 中文字有同音字 有些人不喜歡 所以飯店旅館會把那層樓直接跳過 雖然是4樓 可是要把它直接寫5樓 可是13、14 13、14 通通不可以去踢牆壁 不可以 我就到了 對呀 13、14沒有 不可以弄門 不可以弄門 好了 我們到了 你看你腳都沒有用